好了 這個世界東部衛星組織 認定臺灣是靠體育的肥驗庫 臺灣豬肉要拚中學國際舞台 農委會主委等決定說 要先以新加坡、香港和二門 為外銷主要的國家 這個主委又來掛保證 對臺灣豬肉的外銷是真有信心 也不過企業的學會說 臺灣豬肉要外銷要再拚 也有很多問題要來記憶 包括傳統豬肉的背景 包括豬肉的素量是不是有夠 包括成本比較頑固 這些問題就要一條一條去記憶 才有可能可以來穩定外銷 豬肉鞋變變局 慶祝臺灣已經不是靠地藥的藥窟 這個公園的四處 我們已經努力超過23年 來到完成 民國80萬年 發生靠地藥 臺灣的豬肉沒辦法外銷 經濟的損失超過1700億 靠地藥剛明以後 未來要提高臺灣市地的產業競爭力 加工的豬肉穩定外銷 新鮮的豬肉也要申請出口 所以在華人市場 從新加坡、香港、澳門 其實我們非常的有潛力來發展 主委掛保證對臺灣豬肉 外銷有信心 但是市地學會標示 還真拚呢 傳統的豬肉 是臺灣後一部要努力的方向 雖然品質好 但是新本沒辦法降價 外銷這條路也是不好走 臺灣豬肉中火國際的舞台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